我丑丑来到大熊猫的家帮忙打扫卫生 清理前一天大熊猫吃剩下的竹子 丑丑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不过挂满力气可不行 这一次丑丑又犯了粗心大意的毛病 幸亏他发现得及时 清理完竹子之后还要打扫大熊猫的粪便 想知道熊猫的便便是什么样子吗 什么颜色呢 答案就在节目里 除此之外还有精彩的绿野卫视的故事等着大家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见面了我亲爱的小朋友们 熊猫你今天心情不错哟 当然了我刚刚做了大扫除 现在家里干净整洁无死角无灰尘 哎呀我太开心了 真的吗 嘿我就喜欢跟你一起住 活你都干了 嘿嘿嘿地擦了吗 桌子擦了吗 那还用说玻璃擦了吗 玻璃 哎呀忘记了 我要赶紧回去了 擦玻璃可要小心呢 我们在这里 往昹 好像是可能 chocolates 也很想你 我 无 ット 你 公子 第一來 不要 Randy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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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了 的時候 is soaking 啊 啊 好 啊 啊 呵 啊 沒有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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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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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啊 哇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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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扫除时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朋友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想擦玻璃等高空腹外清洁工作 应该让大人或专业的人员来清理 地擦了 桌子擦了 玻璃也擦了 洗礼尖吧 还把丑丑房间的地擦了 桌子擦了 玻璃也擦了 为什么要帮他 他自己不会打扫吗 丑丑去给熊猫家打扫卫生了 他多辛苦呀 什么 他去哪了 为什么要打扫大熊猫的家 大熊猫的家怎么打扫呢 别急别急 一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里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亚安避风侠保护基地 基地内生活着很多憨态可居的大熊猫 在饲养员叔叔阿姨精心的照顾下 看他们生活得多惊弱呢 丑丑丑今天的任务是帮助饲养员叔叔清理大熊猫的家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要进入大熊猫的家 必须换上消过毒的衣服和鞋子 好了 丑丑丑已经全部搞定 出发 西里 你说大熊猫家有什么可打扫的呀 擦地呀 擦玻璃呀 擦桌子呀 你就知道这些 那大熊猫的家里有玻璃吗 有桌子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看吧 大熊猫每天吃的竹子 竹笋 都必须是新鲜的 所以呀 打扫大熊猫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理前一天 熊猫吃剩下的食物 昨天 剩了这么多竹子 臭臭 你可要加油了 臭臭啊 竹子 你可咬不动 就不要尝了吧 清理大熊猫的家 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看给丑丑累的 坚持就是胜利 哎呀 丑丑摔了一个大跟头 接下来 丑丑把竹子捆起来 这样比较方便带出大熊猫的家 丑丑真棒 可是我看地上还有竹子 他都没清理干净 丑丑还没干完呢 别着急呀 剩下的这些 就得用扫把了 把熊猫咬过的竹子 堆成一堆 这边有 那边有 每个角落都不能落下 为了大熊猫的健康 一定要把前一天的食物 清理干净 看丑丑这地扫的 非常专业 一看就是在家 经常干家务活 最后把竹子扫进大堡器里 等等丑丑 你确定扫干净了吗 丑丑跟我一样 做事情不认真 谁跟你一样啊 你连做都懒得做 对呀对呀 我不给你说我不认真的机会 丑丑知道错了 它已经开始重新打扫了 看 这边还有剩下的竹笋外皮呢 大熊猫喜欢吃嫩嫩的竹笋 外面的这一层就剩下了 丑丑这回细心多 最后把竹笋皮扔到大桶里 打扫大熊猫的家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清理熊猫便便 呵呵 看来丑丑丑 熊猫主要吃竹子 它的便便主要是没有消化的竹子 丑丑丑丑呢 熊猫的变便不臭 真的不臭 健康的熊猫便便 是清香的 看,这么多的熊猫便便, 瞅瞅真是能干, 大熊猫家干净了, 打扫大熊猫家的任务, 成功! 犀利,我怎么觉得丑丑好像还是忘了什么? 没有,丑丑都做完了, 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不对,他忘记给大熊猫放新鲜的竹子了。 啊,对呀。 别担心, 饲养员早就准备好了新鲜的竹子, 但不是这样直接给大熊猫吃, 饲养员会先把竹子摔一摔, 这样有利于熊猫更好地咀嚼和消化, 真是贴心呐。 是,你说为什么避风侠保护基地会选择在那里呢? 我们去一趟好远呀。 肯定是因为那里的环境适合大熊猫生活。 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大熊猫呢? 那你说野外的大熊猫又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当然得问林伯伯了。 大熊猫在野外啊, 它一般都生活在一种大概三千五百米左右的高海拔地区。 这里边呢, 环境呢, 主要是有很多胎雪, 也很冷, 也很湿润, 并且里面呢, 最主要是有大面积的这个竹笔。 竹子的这个条件非常非常丰富, 因此呢, 大熊猫呢, 一般的时候, 春天会在三千五百米海拔高度这个地方生存。 到夏季呀, 它就移到这个阳坡去了, 那儿的竹子呢, 生长得比较好比较润, 等到了这个秋天, 它就会移到两千五百米左右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稍稍的海拔低一点, 会暖和一些, 未来到两千五百米适应一下呢, 就渡过阳寒的冬天, 因此呢, 大熊猫啊, 它的环境里面一定是有茂密的竹笔跟森林。 我做了大扫虫, 丑丑打扫了熊猫的家。 霍拉, 你, 你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 我今天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什么故事? 绿野卫视的故事啊。 zumindest七千八三十九了。 咱撻ng一只肌肉的中心有一天, 一只一只可, 是球一定随了的话问题, 但不是完美或者 title一个地方、 更可笑 drug切笔和我听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凭什么是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 她没有我头发长 没有我个子高 没有我皮肤白 更没有我这高贵的气质 魔镜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好了再说 魔镜 谁是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 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是小美丽 气死我了 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 job 马上你叫她走 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 在哪呀 怎么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还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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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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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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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票票完 就是它了 主要原谅 熊孔雀尾巴上的 鸡羽毛 明白了 怎么这么乱 倒霉响 把桌子给我收拾干净 看哪儿呢 我 我 什么我 你 什么你 还不快去把桌子给我收拾干净 是 真是 茫茫撞撞 没用的东西 熊孔雀的金女毛 上哪儿去找熊孔雀的金女毛呢 倒霉响 我 干什么去了 收拾桌 桌子去了 谁让你收拾桌子的 赶紧去 赶紧去给我找熊孔雀的金女毛 是 找不到你就逼回来了 是 还不快去 小美丽 小美丽 你打开 不漂亮不光 尤其是魔法森林里最漂亮的女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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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怎么了 打喷嚏了 这还有你说 肯定是你吃的这些垃圾食品 呛着我了 你自己感冒了 还赖我 感冒 我小美丽可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我怎么会感冒 奇怪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么多恐惧 这只恐惧这么漂亮 肯定是此的 这只恐惧一定是熊的 长得灰不拉几的 等我拔光你的毛 一定能找到金色的羽毛 好 好 我肯定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好 有情况 不妄有情况 倒霉翔竟然要伤害孔雀 肯定是那个漂亮女王 又要耍什么新花样 他们耍什么花样都不会成功 想明白 出发 准备完毕 出发 黑伤老龄第28段 出发 小柯 可千万别开锁方向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左转 右转 再左转 再右转 黑山老龄28段 怎么没路了 小柯 你就不能走对一次吗 这段路我们都走了3888遍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看我的 没关系 没关系 看我的 左转 左转 黑山老龄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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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又没路了 怎么又没路了 黑山老龄27段 女王 女王陛下 我回来了 熊孔雀的金羽毛呢 没有 没有 不是我没有找到熊孔雀 熊孔雀根本没有金羽毛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去 你是不是偷吃鸡腿去了 我真去了 可是熊孔雀 他尾巴上的毛 都是灰不垃圾的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区区几根羽毛 还能难得倒我 让开 人呐人呐 我要好好教训一下倒霉翔 看 倒霉翔他们来了 不好 女王怎么也来了 女王陛下 您说这好看的是雌孔雀 还是熊孔雀 好看的当然是雌的了 你看看我 再看看你 是是是 女王陛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 这遍地都是熊孔雀 根本就没有金色的羽毛 都是回不垃圾的 走 咱们跟上去 看看他们有什么阴谋 不行不行 这这么空 会被发现的 有办法来 跟我来 那也会是 你这么笨都发现了 我能没发现吗 安静 跟我走 你跟我走 女王 我好像发现 发现什么发现 快走 啊 función 导演 鑫鑫 你好嗎 哎 看得好 我做恐惧 我行 我做恐惧 可以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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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 哎呀 哎呀 那就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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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揪恐惧 我要揪恐惧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哎呦 哎呦 摔死我了 不行 吸引火了 快点追人 小柯小柯 快用胶胆网 小柯 小柯 等住这两个坏人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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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小柯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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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人 赶紧把你帮我 给我 小柯呼叫西里哗啦 小柯呼叫西里哗啦 西里哗啦收到 我已经成功地用教导网 把他们绑住了 可是我一个人 没有办法抓住他们两个 不是还有小明白吗 对了 还有小明白吗 小明白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救孔雀 就自己翻了过来 我已经把漂漂亮女王和倒霉侠 放出了 咱们快去 走 又让他们给跑了 都怪我 差一点就逮到他们了 差一点就逮到他们了 都怪我 都怪我 别泄气啊 林伯伯 我犯了 我犯了个错误 林伯伯 我没有完成任务 嘿呦 你们的任务啊 还其实完成得挺漂亮的 这个孔雀又没有受到伤害 这个你们两个又很勇敢 这次啊 漂漂亮女王受伤不轻 我估计啊 她好一阵子不能出来干坏事了 哈哈哈哈 小哥 小明白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看我的脸 女王陛下 快看 我已经把魔镜 帮您修补好了 看我的脸 哎 魔镜魔镜 快告诉女王 她就是森林里 最美丽的女人 是我是我 还是我 野花开放 这满山遍野的花朵 像春天的嘴唇 朝向天空 一个少年唱着一支歌 谁能听听那含糊的歌词 山坡上的野花 这小小的碎的颜色 仿佛时光中的碎片 从春天的缝隙中 流出来 这令人心碎的美 甚至美得有些偏僻 甚至美得有些偏僻 阳光下的野花 雨中的野花 在这座高山上 在这座高山上自生自灭 无怨无悔 谁看见了这一景象 如果她在漫游中 无所安慰 如果她在痛苦中 越来越轻 面对这一山坡上的野花 谁还能没有羞愧 风吹过来了 风里交织着阳光的香烟 谁不被万物的鞭子鞭打 那士气的将永远士气 而我仍然要在大地上继续旅行 到底谁知道野花的秘密 到底谁知道野花的秘密 刀刀刀很快就消失 我的眼泪 怎能不夺旷而出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记得下周同样的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 绿野寻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